今天早上7点45分 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开始实施 这个联合力舰2024A这个系列性的演习 从发布的时间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应变灵机性的军事行动 在这个状况之下 在7点45分而不是整点来发布 充分的证明了这项事实 而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从他的演习代名2024A 我们就可以推想到 假如这一次演习没有达到他预期的 台湾的社会效应的话 很可能还会再继续实施 2024B联合力舰演习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也要提醒 选这个时间其实跟9点钟 台湾股市开市有关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股市是重要的社会指标 假如跟上次裴洛西来访 然而共军实施演续 最后大涨350点的话 显然他们原来的期待就会落空 股市大跌 那很可能就是回应到他们所期待的台湾的社会反应 但是无论如何 这里头还牵涉到美方 因为2014年的时候 北京跟华盛顿双方之间签订了重大演习 相互通知 假如共军临机举办这项重大的演续 却没有通报美方 那就是代表拜登政府 努力希望跟北京恢复军事交流 这些努力是失败了 而展望未来 在相隔离大会栏 双方的国防部部长见面 恐怕也不是那么的乐观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必须提醒挑战7点45分 这时候作战中心 交班的人员跟接班的人员都在 因为他是7点半到8点之间交班 所以这个时候更加证明 事先没有办法做好完整的这些演训前的讲席 所以希望在人力最齐备的状况之下 开始启动演习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任何涉及的通报 或者实弹涉及的这些航行的警告 或者这个飞航的通报 但是假如真有这些科目 中国大陆必然会在真正实施之前 会发布相关的通告 因为这个都是在相关的海域 各种国际通航的活动都会受到影响 总而言之 我们都必须理解到 我们的国军官兵 必然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的乡亲 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 而且不要造成任何的慌乱 在这种状况之下 两岸关系睦睦 缺乏沟通管道 又要用非常强烈的 强硬的立场去应对 我认为对于未来 两岸的关系发展 确实是不太乐观 发生这场都没可能 至于未来 给我们的输用